28歲名媛蔡天鳳 今年2月份慘遭前夫一家獨手遇害 事件震驚華人社會 自從2月28日 家屬在Abby遇害的地點勞濟之後 她的牌位一直供奉於紅磡一間道館內 而在上個月 家屬亦已經由富山鏈房拿回Abby的絲鞋 更日有傳媒最新消息指 家屬決定將於下個月的18日 在大圍寶福紀念館為Abby切零 據知Abby的媽媽五姐 為女女的喪禮採用佛教儀式 遺體在第二天出殯之後 就會進行火化 另外據知情人士透露 雖然這兩個幾月來 家屬一直都託人進行遺體修復 希望以為Abby在天之靈 但由於她的遺體曾經遭到肢解 警方至今都還未能找回她的驅桿 雙手等部位 所以在出殯當日 將不切尖養遺容 希望Abby早日曾冤得雪 真相將水落石出 就…